杀文贵 桥衮 烟红 苍忠 泰忠 无疼 木耽 泪满在虚空 苦 晚风 相思 雨年冰冬 随意陷阳 沉满了裂缝 夜色放松 春去梧走 转眼边到秋冬 试着走错 何与重逢 水也行送 当你朦胧 暮暖在面容 泪光传动 泪声稀动 红楼残座 清醒了圈头 爱依旧梦 春去梧走 长夜边到秋冬 试着走错 何日重逢 平一 平一 干嘛呀 大胡小叫的 吓死人了 他来了 谁来了 石小姐 你好 是你 你来干什么 大哥要我把这份礼物送给石小姐 这可是四大名单之一 梅兰芳用过的条 极为珍贵啊 大哥可是费尽了心思才找到的 石小姐 刘老板你发财 今天怎么样 大哥这是今天的进账 给您 大哥 事情办妥了 东西已经送过去了 他什么反应 石小姐要大哥 今天晚上到片场一会 我来了 你出来了 你要是再不出来 我就走了 你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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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并没有让你这么做 你不喜欢吗 你知道吗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因为你终于肯正面面对我了 而且你第一次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真的吗 你不相信啊 我知道 雨晨和你哥才是一对 无论我怎么做 都比不过你哥 所以 以后我在任雨晨身上 不会再浪费更多的时间了 真的 嗯 嗯 少爷走 贤瑞 过来一趟 爸 爸 怎么咋去哪儿啊 我还要赶到片场去 对 一天到晚你是只顾着跑片场 这钱庄你是不顾了 对不起 钱庄你不顾没关系 以后老爸替你顾 但是今天啊 你要替老爸办件事 什么事 今天晚上 我要在商会设一个饭局 我让你把 Simon给我请问 可是 Simon最讨厌这种饭局了 所以我才让你出面嘛 以你和他交情啊 我相信 他肯定会给你这个面子的 可是 好了 儿子 别可是了 今天晚上 无论如何 你要爸打给我请 知道了 詹姆斯 你明知道我最不喜欢这种饭局 还硬要把我拉 我 对 对不起 我也不想啊 只不过我爸非要让我把你拉来 所以 你就当给我面子 勉为其难的出席一次好吗 好吧 谁让我把你当成好兄弟 那我就为你出席一次吧 你又耍我 走吧 宇正 宇正 现在十家两兄妹 已经完全在我们掌握之中了 接下来我们的信快 从他们口中查出第三个人的线索 宇正 我突然觉得我们这样做 会让自己内疚的 你什么意思 我们对三蒙和品仪 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宇正 我们现在可是在为老姨报仇 十家把人家害得这么惨 他们的手段可比我们过分十倍百倍 我知道 宇正 我们现在可是无路可退了 而且现在 石匹医对我是百依百顺的 我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调查清楚 你那边 也尽快对石西蒙下手 你放心宇正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很快就会有答案 石公子 你们原封银行进来的业务情况怎么样 一切还都顺利 那就好 我听说你刚从国外回来 开始接受你们银行的事情了 那么 你对上海未来的险景 可有什么报复呢 报复可不敢当 现在上海的经济正在发展当中 世如长虹啊 我又为对上海的股票市场非常感兴趣 我相信一定会有深长的空间的 现在的股市虽然略有起伏 但是要做投资的主力 这未免太过于冒险了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投资方向吗 我赞同 虽说出生牛肚不怕虎 不过像石少爷这种传统的银行家 还是应该保守点 专守住借贷生意比较好 不过我听说这个石西蒙可不是一般的大少爷 你真的有把握 中国有句话叫做放长线钓大鱼 从他大学时代开始 我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他的身边 他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现在嘛 就等着他慢慢的上钩了 哈哈 看来余老板对石家下了不少功夫 哼 以他这种要强好胜的性格 把他拉下水 那不是一如翻掌吗 到那个时候 就是你我的大好时期了 哈哈哈哈 来 爹地 股票市场 已经成为上海最热门的投资项目之一 其潜质无以限量 所以我想 我们不妨在股票市场加以投资 我认为 我们肯定会获得更大的利润 股票这种东西 风险太大 也不是我们银行一贯的作风啊 爹地 股票市场的兴起 已经是大势所趋 我相信 他将会成为上海经济的另一门心虫 再说 以我们银行目前的资金状况 投资股票市场 绝对是有利可图的 你真的这么有信心 爹地 我只是不希望 我们银行固步自封 因为这样 只会造成我们银行 不断地落后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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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 你不更因为 你觉得 你不轻松 你不轻松 不然 你不轻松 你不须松 你不切地 你不须松 成了 大家辛苦了 今天晚上我请客 好 大家送送 James 你干嘛 明镜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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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打算 曲终人散 既然戏都已经拍完了 你也该醒醒 再这样沉沦下去 对谁 都没有好处 就我知道 可是想的 永远比做得来得容易 到今天我才发现 我是那么地舍不得她 原来在戏里的那种感觉 是那么让人陶醉 谁说不是呢 谁说不是呢 恐怕只有在戏中 才有最完美无瑕的爱情 只有柳梦梅和杜丽娘的爱情 才是最完美的结合 原来爱情 愿来爱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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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 啊 開 愛 別 啊 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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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幸福快乐 你要好好待他 不要让他伤心 我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谢谢你成全我 你成全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余玄瑞昨天来找过我 他找你干嘛 你快说啊 他找你干嘛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我哪有 他是来说关于我们的事 我们的事 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说希望你能幸福 要我好好地照顾你 这个傻小子 傻得还挺可爱的 那你好好照顾我了吗 我可为他那么痴情 你可别误会 我从来没有对他动过心的 真的 好了好了 别说了 我们说点别的 我们说要不要 他们说要不要 让你们备走 这么少 来 还会 这方面 把你说的 我还没什么 这个 是 你都想要 我还没什么 我还没什么 你还没什么 为什么 毕业 过来给老爷娶个宫 我从小就是一个孤儿 是老爷和太太收留了我 人家对我的恩情 我这辈子也没法报答 任老爷带我就像父亲一样 所以老爷出了事以后 我非常难过 难怪你一直把我们十家当成仇人 不过想一想 你那时候的样子还真的挺吓人的 其实那天我一点不明白 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 老爷出事的那一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你真的一点不知道 那天下午 我就听见了一声枪响 然后 就是这样 那这件事以后 你们家里每次谈起过这件事 没有 妈咪不让我们家里人 谈起这件事情来 而且谁要是谈起来了 她就会大发脾气的 所以那天下午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应该没有人知道 毕业 毕业 你再仔细想一想 那天下午 有什么不同情况发生吗 想不出来 也许你问问下人 他们应该比较清楚吧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那几百老爷 突然想起来了 随便问问 肚子饿了吧 走 吃东西去 嗯 雨昌 林生哥哥 食品一向你说出什么没有 食品一对当天的事情 全然不知 你那儿呢 三梦也是一样 有点棘手 林生哥哥 你说 石家 就没有其他人会知道这件事 食品一也这么说 他说石家的下人 有可能会知道一些内幕 石家的下人 但问题是 怎么接近石家的下人 现在我们连石家都进不去 我今天叫你们过来 是想让你帮我打听一个人 说我 大哥 你们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或者认识的人 是在石小薰家 做事 石小薰 大哥 我妈倒是跟石家女佣阿妩 有点来往 但不知道能不能帮大哥 你说的这个阿妩 真的是在石家当下人 我妈是这么说的 帮我约她出来 我有事情要问的 石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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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 但是相信你的死 我就不能不去查明真相 我知道我不应该利用 Simon的感情 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希望你在天津林 能够明白我 再给你爸爸上香 我只是向爸爸祈求 保佑我们平安 是啊 我只希望这一生 就这样平平安安的过 不要再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就是阿妩 你就是阿妩 坐吧 这是给你的线面礼 这 这 这 你不用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 我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陈大爷 请问 只要我阿妩知道的 一定照实说 石家发生命案的一天 你在哪 这 我不知道 我只想知道 任耀蓉被杀当天的情形 我真的不知道 那天 我在屋外 只听屋内一声枪响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真的不知道 我句句属实 绝不敢欺瞒大爷 如果大爷 真的想知道真相 我回去可以问问其他人 我想他们应该会知道 这边有消息了吗 我已经拉拢了石家的夏宇 应该就会有消息 你笑人可靠吗 可靠 我已经见过面了 没问题 这事不能再拖 必须尽快查出真相 我怕你和施西蒙 又会 我和施西蒙又怎么了 又会旧情复燃 明生哥哥 我跟你说我很多次 我现在哪有这个心思 更何况 我不会对石家的人 有任何感情的 宇峥 斯蒙 你怎么来了 刚刚我到店里去找你 才知道你在这儿呢 原来你和林生在一起呢 你们两个聊什么呢 我们俩 林生哥哥好长时间没回去看妈妈了 我正跟他说 带他回去看看妈妈呢 看着你们两个 像一家人似的 真是令人羡慕啊 像我们这种人 哪值得人那么羡慕 宇峥 替我向太太问好 我请你去喝咖啡咖啡吧 会儿 会儿 好 い 我 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买衣服也可以看看老朋友嘛 你电影拍完以后有什么打算 接了新的电影吗 还是专心地帮你爸爸打理生意啊 演戏我可能不会了吧 上一次都是因为《H-O-E-S》吗 开心就好嘛 如果有什么话可以找我们聊 不要不好意思 我知道的 对啊 雨震都这么说了 你就不要不好意思了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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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妩 你怎么也进来了 我来给你帮忙 你不欢迎吗 求之不得呢 两个人一块做 不但快 而且呀 还有一个伴可以聊天 这书房里轰风荡荡荡的 我晚上经过这书房时 好像都听到有些怪声 有时 还有风从这书房里吹出来 那感觉 阴森森的 令人不寒耳栗 你经常在这书房 难道没有这种感觉 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突然之间 有点凉 还大白天的 真奇怪 这书房里死过人的 你别吓我 那天的事我还记得 我原本在楼上坐着工 可是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怎么了 突然之间 我听到枪声 那你都看到了什么 没看见什么 就只看见太太 急急地走回楼上 太太 就是咱们家太太呀 为什么石太太是上楼 而不是下楼 按常理说 如果听到枪声的话 应该是在第一时间 赶到案发现场才对 我也觉得这点非常可疑 之前我们不是说过 书房里极有可能 有第三个人 这第三个人极有可能 就是石太太 而更大的可能 是石太太杀了老爷 所以石孝勋 对寻谱 只字为提石太太 一口咬定 当天在书房中 只有他和我爸 这里非常可疑 石孝勋的嘴那么严 肯定问不出什么东西 那我们只有从石太太 那我们只有从石太太着手 可怎么才能让石太太 说出那我们想要的东西呢 现在唯有从石皮一根下手 从他那儿打听他妈妈的秘密 你先出去 郭先生请 请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请来的私家侦探郭先生 这位是宇峥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想请你帮我调查一个人 是小薰的太太 叶美仪 没错 我希望可以找到证据 正是在我们老爷被杀当天 叶美仪也在十家书房之内 这个没问题 好 你尽快找证据 越早找到 我付你的酬金就越高 谢谢二位 我马上住手办理 还有 我找你调查的这件事情 我不希望有第四个人知道 我的信誉一向挺好的 放心吧 二位 那就好 一切拜托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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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